先中間先中間 好 右邊 這邊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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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麻煩你 麻煩你 來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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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中右來多次 前面來多次 後面 蛤 不是啊 不是啊 昨天我這邊看過 去過西方 這個 好 中間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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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各位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辛苦大家 因為都知道這裡要坐 那麼多人是有點困難 但是也辛苦大家 民主黨今天是召開了會員大會 是就著2012年法會選的事情 作出討論 我們在會上有很多黨友表達過 直至今天大家都未見到 有一些黨友是表達自己去參選議員 所以他們認為是無需要去作出任何的表決 但是同一時間也有些會仲是擔心 黨沒有正式發出邀請 叫別人去報名的話 會擔心有些人是遺漏了 令到他們是無表態 雖然過去數月 我們是大大小小的討論會 是開了十幾次的了 也都是很深入地 就著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事 而去作出討論 但是為了希望 是確保我們黨裏面的民主程序 是行得順暢 也都令到 不要有人說自己是沒有被邀請 也都不要出現一些 是黨友原來她是受參選 但是她是未表態的情況 那我們的會是決定 是授權中委會 是就著這個情況 是作出一些處理 我在會上面 也是代表中委員會 是跟我們會眾交代了 我們的處理方式 中委會是會制定一個 因選的程序 那個程序 是容許一些有意報名的人 是向中委會去報備 如果最終是有人去報名的話 我們是會再召開一次 特別會員大會 是去讓黨友 去向這些會員作出質詢 並且在會裡面是決定 她是否可以去參與選舉 如果是沒有人去報名的話 亦都意味著這個會員大會 並不會再發生 亦都意味著到時候 沒有民主黨的人 是可以成為代表 去參與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 那這個決定 我們在會裡面 是有很多的討論 有很多的會員 是就著這個程序 都是給了很多的意見 那我相信這個意見 這個最後的決定 是最能夠確保民主黨 是可以在我們的程序上面 是走足 在我們黨裡面的程序裡面 是做得足 是不會有任何人 是可以再去做挑戰 那我們都希望 就是在這裡 都跟大家說一聲 就是 我相信大家可能 是都有一個期望 就是我們今天 會有一些具體一點的決定 但是很抱歉今天 那個會議裡面 我們都希望呢 是可以令到黨走的時候 是走得順利一點 是也可以跟足我們的程序去做 所以我們的決定 就是會將它交給中委會 然後去看看 究竟是否真的有黨友 他們是有意去參選 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聽到很多的傳言 我們聽到很多的報導 有很多的人就說 某些某些人是很想參選 但是他們個別的人呢 至今都是沒有人 表達過他們自己的參選意欲 所以呢 如果 有一些這樣的黨友存在的時間呢 那我們希望都盡快制定了一個機制 讓他們可以真是清楚地向黨友 亦都是向公眾呢 去表達他們的參選意欲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那個會議的一些決定 那我簡單我用英文再說一次 今天, the Democratic Party held a general meeting to discuss on the 2021 electrical election issues during the meeting a lot of my party members express their concerns that there's nobody in the party that they stood out and say they're going to they want to join the election in the party's name and so that those party members believe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have any decisions to be made today but at the same time some of my party members are concerned that because there's no decision or there's no official invitation for the party members to express their own views so unless so although we have a lot of discussion during the past few months we want to ensure that the party's democratic procedure is being followed and so we decided the general meeting voted to decide to hand the issues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s to further follow up in the meeting I represent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ell my party members how the central committee is going to follow up on this issue we will set up some mechanism for the party members to enrol or to express their views express their intention to run for election and if finally there is someone who enrol in the election process then we will hold another EGM to allow members a chance to question them to ask them and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approve them this is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general meeting today so I hope we will see what you have for today I hope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 just want to ask what the decision is I want to ask is that in the first place I hope the decision is to answer and answer is that the decision is that is not that the decision is that that the decision is that is I think the decision is 既然 no one to say that is how will do the decision and whether you are not on the decision the decision will have to the decision from the I think is a such as 會按著會員大會授權給中委會的程序去做 我覺得這個是在黨裏面的程序 我們是盡我們所能行得穩妥 是行得清晰 是行得準確 是不要有任何的機會 是會被人說我們是不跟程序辦事 我覺得這個對於我們黨裏面的團結 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個時候 我想我也都可以再講一點點 就是在一個會員大會裏面 有不少黨友其實都是很提及的 就是很希望黨是繼續很團結 繼續一起走下去 所以那個團結的基礎 我想對於大家所有的會員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們行足程序 做足我們所有可以做的方式 去確保我們不會說漏了東西 我覺得這個都是令到黨友 不會因此而產生一些嚴規的很重要的方式 也有會仲在會員大會裏面提過 其實他們認為在一個恩選機制裏面 如果他要參選的話 都是應該有一個高的門檻 因為這次說的是一個全國黨的團結 所以如果他要參選的話 理論上他要得到的黨友 他要去申請的話 是應該比以往是嚴謹的 這個意見亦都在會員大會裏面 是很清晰地去反映了出來 有不少的黨友都是去echo 去和應這個想法 我想我們在中委會再去討論的時間 我們就會去仔細一點去看看 究竟我們怎樣去回應 會員大會的要求 我們希望都可以盡快做到 然後也都可以盡快讓整個程序 開始再一次是展開 還有是不是有所避免的紅線 就是不想由黨自己表達參選 我覺得是那個答案 我想整件事對於我們黨有很多人來講 就是當我們都沒有candidate的時候 當我們都沒有人懷疑自己要去參選的時候 那我們好像做一個決定出來 又沒有人的 那是一個怎樣的情況呢 大家都不覺得應該是這樣 那所以我們的決定就是開放回 如果有人真的要報名 有人想去報名的話 就請快點跟公眾交代 跟黨去交代 那我們就去再作處理這樣 不如我給一些 另外我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中委會罪法是何時會開會呢 另外就是有人報名去參選 但是如果再開會 這條大會有決定不讓他去選 其實會不會很矛盾呢 那其實是否將這個責任和壓力 交給那個黨員自己去決定 而黨其實是否都真的擔心 就是好像剛才說 如果決定不參選 是會有後果呢 我想那個每一個人 就是他是否去想參選呢 我覺得他一定是自己都要承擔一些的責任 就是如果你說他自己都不打算承擔責任的 那黨更加不會想讓他參選 就是這個是我想是民主黨的 過去一路以來的一個傳統呢 就是參選的人呢 在黨裡面是應該有更加多的承擔 想參選的人呢 如果你是覺得黨是幫你鋪了路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走上去 這是不可能的事 過去已經是這樣 現在也如是 也正如我剛才回答其他記者問題的時間 我也說了 這個決定我們希望 是按照我們黨裡面的程序走到足 也不會有任何人可以去挑戰我們的程序 個別的黨員可能 我想國安法這件事在黨裡面 在剛才的會員大會裡面當然也有人會拿出來去講 我想這個是大家都會見到是有一個的情況在這裡 但是我想這個決定本身呢 我們是希望可以走到黨裡面的程序 做足黨裡面的民主 這一部分我想是一個最重要最核心 是 另外我想問一問 就是因為當初我們那個議題是說 會討論和決定是否參選 那其實這次可能沒有一個決定 會後的考慮是跟一些近日說 可能民主黨會違法的風險 是否有直接的關係呢 還有是否在最後如果沒有人參選的話 民主黨就沒有必要 就是參選做任何的表態呢 我想我們在定議程的時間 其實那些大家剛才說的一些風險 危機的警告等等 或者善意提醒什麼都好 其實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們在定議程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說 按著那個時機 或者風險 或者大家的提醒警告 而去有一些很特別的處理 我們都是按著我們慣常的機制 去在會員大會裡面容許會眾 是就著一些問題去作出一些討論 並且去做一些表決 那個決定不是沒有決定 那個決定是交回給中委會去制定機制 確保我們整個程序是走足的 所以我想我們那個情況 如果真的有人參選的話 那你去到下一次會員大會 那我們就知道民主黨是會怎樣決定 那如果真的沒有人參選的話 那就真的沒有人參選 那我是不能夾一些人去參選 因為脅迫人參選也是犯法的 那是不能夾一些人參選的 那所以我想去到最尾 究竟我們在接下來的日子 其實我想 我估計可能11月中 11月頭就截止提名 那去到最尾 我們一定是會被公眾看到 究竟我們民主黨是有派人 還是沒有派人參選 想問問這件事 剛才會上是怎樣達成了 這次的結論 即是交回中委會 以及想問以往的民主黨 是不是都用了這樣的方式 看到有人主動想選 然後才可以安排討論 我們在會裏面的討論 其實都十分之寬的 說真的 各式各樣的事情都有人說 但是去到尾 我想就是大家經過一輪討論之後 一番的討論之後 起碼在發言的會眾裏面 大家都是比較同意這種處理方式 大家亦都表達了 同意這種處理方式的時間 我們就按照這個處理方式 去處理這次的事件 過去和今天就很難直接比較的 因為始終時局是十分之不同 過去我們都不會在一個 那麼多困難的時間 要去討論這些問題 所以過去的程序 是容許我們有很多空間 走很多很多不同的程序 甚至可能我們要走到支部等等 這次我們可能連支部都未必行得及的時候 因為如果我們要走到支部 我想我們是 他截止提名都應該處理不了的 我們連支部都行不及的時間 我們只能夠按照現在的時局去處理 我們去找一個最好的方法 去處理到現在的情況 如果沒有人報名參選的話 就著參選與究竟的議題 是否會自然死亡 在中委這個議題上 在我們剛才的討論裏面 我想這也是其中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的一個可能性 如果最終民主黨真的沒有人參與選舉的話 或者沒有人報名自己想參與選舉的話 自然也沒有特別需要 會員大會我們也要去通過 有些人去參選 因為任何人要代表民主黨參與選舉的話 要不就得到會員大會的同意 要不就得到會員大會授權中委會 由中委會去做同意 而現在會員大會沒有特別授權中委會 說要去同意他 所以最後的授權 是否有人代表民主黨參與選舉 他就會在會員大會那裡 那個機制上面就是 我們現在就會有人報名的話 我們就會去看看他的情況 他可能要符合某些基本條件 在我們報名的一些提名 和禍議等等的人裡面 然後我們就會盡快交到會員大會 就由會員去直接處理 因為時間實在是非常緊急的 如果沒有的話 中委不會另外做一個決定 如果沒有的話 中委就不會另外做一個決定 因為會員大會也沒有授權 中委會會去另外做其他的決定 Yeah I think we said that the General Meeting authorised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set out some rules and to handle those election issues is that our members are worried that the solidarity will be broken if we don't run every procedure correspond rigidly so we try our very best to run all the procedures that are set out in our party that our 所以我们 decided to allow members if they really wanted to join the election in the coming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in the party's name then they should tell the party and we will let the party members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allow them 是的 没问题 sorry the second question any member opening the door of the other day yes of course I have always said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a very diverse political party and w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even apart from Fred Lee there are a few members who expressed openly their views but I would say in general from what I heard from the party's members who have spoken most of them are not in favor to run for the election but having said that this is only those who openly speaking they try to tell the other members their views we don't have any indications whether or not the party members as a whole to know how they feel about them and I'm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I'm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at Jackie you just heard there are many other leaders on the party's meeting so I could also ask questions they're always asked to ask questions because we will always be able to contact those who will join the party through all sorts of meetings and we will always say the same thing and we can't be able to take part of it so that the member of the party's meeting will always be third party that one of the party's joining a member so that this member of the party's meeting that we can see 我本身自己都是政治領袖計劃的其中一個 但是正如我所說到現在為止 包括我在內 都沒有人正式公開地向黨表達過 說他自己是希望去參選的 所以我想關於政治領袖的部分就是這樣 至於結果是不是和我所想像中的 或者我預期的一致呢 我會說在我早些階段的時間 我打算九月可以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正如我剛才回答的 和這個是有落差的 但是我最近去和一些不同的黨友去談的時間 有不少黨友有個別的黨友 其實都有向我表達過相關 覺得既然沒有人不如不用做一個決定 等於有人才正式來 其實我有聽過這些相關的意見 但是我不知道這些意見有多主流 所以我想今天的會議就是確定了 告訴我這個都是黨內的主流聲音 大家都是傾向同意的處理 我覺得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想問一下今次中委會 中委會大約是幾時要開始開會 還有前陣子有黨友說 不參選就要解散 在會上有沒有談過這個問題 我們盡快開會 我希望在未來一個星期可以處理到 因為剛才在會員大會裏面 那些會員對於中央委員會 都是有期望的 都覺得我們要去處理了 我們黨內的程序要走得好 所以我們是會去盡快處理 至於之前有黨友提及過一些 如果不參選就要解散的那些言論 沒有很多討論的 當然有些黨友可能都有 一句換句說說同意不同意的 但是那個就不是我們今天會議的一些核心 或者不是我們今天會議的一些主題 所以其實相對而言都是極少的討論 那你自己有沒有說去參選 我已經回答了很多次 我對於自己的參選意向 其實如果我要參選的話 其實我是有很多機會在過去 就已經參選了 如果你問我自己個人是不是很想去參選的話 所以我是沒有一個很個人 我個人上面 我是沒有一個議員 特別說我要去參與立法會選舉 那我看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想問一下就是呢 有沒有一些未問過的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其實本身你都說這次這個結局 和你遇上有落差 其實現在本身由會員大會決定 變成由中委決定 其實現在中委又再說 是要視乎有沒有人報名 再決定 其實黨或者中委會 現在是不是在避開做一個決定 參選與否的一個政治決定 另外就是剛才你一直都說 暫時見不到有人有意參選 但是之前外界都有一些人 有主動出聲 說到主張參選這些 那你作為主席有沒有跟他們接觸過 另外就是想問 就是之前被外界都視為是一些主選派的人 這次有沒有參加今天的大會 例如副主席梁明平和蘇日恆 那另外就是剛才說到 就是想確保這個程序 是要跟蹤所有程序 但是決定這次開會 之前沒有訪施到 原來沒有開放過給日報名這件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都是決定要在今天開 在這個情況下開大會呢 我想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都是會按照我們的張執去做事 我們的張執會員大會 永遠都是民主黨最高的權力架構 會員大會是一個做最 就是它的決定是最重要 亦都是最缺乏的一個決定 那所以最後會員大會的決定是 交給中委會再一次開放 叫他有沒有人去參選 然後由中委去做一些的處理 並且最後交到會員大會去做一個最後的決定 那其實是按著我們民主黨裡面的張則 那是符合張則的 也都我會說就是 最後的決定 不論是今天做的決定也好 或者將來有人報名 然後要去做決定也好 其實都會是一個會員大會 那在這一部分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至於我們個別黨有沒有出席 會員大會這一件事呢 那我想大家就看看 因為我剛才也有不少記者、行家都在附近 看看大家有沒有見到他們 我就不想特別留言 或者不想特別說 有哪些人有去 有哪些人沒有去 否則現在就變成了check attendance 就好像不是那麼好 那我想坊間一直以來 就有很多傳言 也有很多說哪一個人想參選 但是就著我自己的了解呢 不論是我親身去了解 又或者是我透過其他黨友 聽到回來的了解也好 是沒有人是自己表達過 正式地說 其實我真的想參選的 甚至有些人是公開 都半公開地說自己 其實都不是想參選的 他寫而已 但是無論如何呢 就是有黨友有這個擔憂 在會上提出來的時間 我覺得作為黨的主席 作為中委會的主席 我覺得是有責任要去adress的 之前那個的決定 要去召開會員大會的時間 我們有部份的人 其實有提過這個相關的情況 就是你剛才提過的問題 但是我想我們 都一直要去跟會員談 那個政治形勢 都是不停地去變化的時間 我想大家都只能夠按著 每一時每一刻去做一個最好的決定 那這個就是現在我們可以做的 最好的決定就是 把它放進去中委會去定了一些機制 然後我們再回到會員大會去做一個 正式最後的決定 會員會上會有意見想怎樣提高嗎 會員大會有個別提過 但是我不太具體地講得仔細 但是我想總的而言 因為我們以往要去參與選舉的話 他的提名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提名 在會上提的想法就是將他的難度加大了 具體會是怎樣呢 我們要回到中委會去去 因為我不想現在我講了之後 原來中委會決定也是不同的 跟那個決定有一次都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們回到中委會再談了 如果我們有一個機制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最後一定會知道的 不論是我們給大家 還是你在我們的黨友收到 再問回我也好 我相信大家最後都一定會知道 想問一下中委的集合機制 就是他包括了一個 那個因選程序 包括包括例如柏惠 中委首先已經責了他無法選 即是不讓他選而開了一個特別的 我們就 即是一個保證 一天澳明參選就不會觸及到那個特色 我們過去的話 一直都沒有這些資格審查的 那是中委會來的 不是資格審查的工作 但是那些基本的要求 例如你是我們的會員 你交續會費 你拿到一定的提名 這些他一定是要先符合到那些要求 但是當然正如我剛才說 所謂的門檻提高了 可能就是就著提名上面的門檻 過去比較容易一些 我們將來可能因為他代表的是整個民主黨 可能如果他要去做 那可能不再是一個區 而是要五個區 可能是以前可能少一些 現在就覺得要求要高一些 那這些可能我們在中委會裡面要去談的事情 我想問一下 其實有沒有提及 今屆的參選意欲那麼低 就是到現在這個大會 都沒有人提出說想參選 這個參選意欲那麼低 那個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那還有認不認同呢 如果立法會的選舉是清一色的話 民主黨是有責任的 你有什麼提及 我想這個意欲比較低 就有很多原因的 但是我想客觀上面 就是我們可以參選的人 其實已經越來越少 我想這是一個大家都看到的現況 例如我們以往 我們去做一些換屆選舉的討論的時間 我們是會有現任立法會議員 我們現在是已經沒有現任立法會議員 而那些本來做立法會議員的人 有幾個在收押所 有人在赤柱 被判了 亦都是有被捕 亦都是有一些被檢控 但是保釋 所以區議員 亦都是我們其中一個過去比較多的 會參與立法會選舉的人的來源 而區議員 大家我們在4月的時間 我們還有80多個區議員 我們現在只剩20個區議員 甚至可能過了宣誓之後 可能再少一些 我想這些客觀上 我們可以參與選舉的人 其實已經是少了 所以我想那個意欲 就是會有意欲去參選的人 亦都是相對會少了 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你的立法會選舉是被成為 是 我覺得 我從來都相信 有能力 有權力的人 永遠都是負最大的責任 在黨裏面 有些事情 如果我是滿足不了黨員的需求 或者他們對我有一些失望的話 我覺得我一定是負最後最大的責任 因為我是黨的主席 所以我會這樣形容的就是 當我們的社會有這麼多的事情發生的時間 但我都相信香港政府是應該負負責任 但很可惜林鄭月娥本人 我都之前說過很多次 他現在搞了香港一個這麼大的大有份 然後都仍然在任 沒有去按著文責制去承擔責任 這件事本身我都覺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但是無論如何 其他人是怎樣說 或者怎樣做的事 我控制不了 但是我可以控制到的範圍 就是我們在我可以控制到的事情裏面 我一定是最後要負最大的責任 所以在黨裏面的事務 不論怎樣都好 我都是會負最後的責任 最大的責任 但是其他的情況 或者是清一色與否 那個責任是不是都是我負責呢 他有他講 我就覺得行政會議成員 是都應該有一定的責任 請問 知不知道有沒有經過這次大會 或者你從頭來的了解過 究竟最近來支持反對參選的比例 那個情況 我想我們在一個正式的投票出來之前 我是很難去講到這件事 因為正如我剛才講的 在回答一些英文題目裏面說的 就是在今天有表達過 他們自己意見的人裏面 認為是不應該去參與選舉的人是佔多 覺得是應該要去參選的人是比較少 當然是多過李華明 他自己預期的 但是那個是一個 我想你問我的數字的話 我可以講的就是這麼多 但是究竟他們講完之後 究竟有沒有一些人 其實他不講 但是他投票是怎樣投 我沒有一個正式投票之前 我也是比較難去具體地去答大家 問你日後參與參選的問題有沒有觸及到 以及中衛選的程序 有預期多久會有結果 日後參與參選 你是指不是2021年那個選舉的話 那個就偶然也有些黨有提及的 但是就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討論的重點 那些黨有提及 我想大家就說 有些人就說你今屆不選 就是下屆再選 然後有些人就說你今屆不選 下屆也不能選 其實都是這些很簡單一兩句的討論 就沒有人很多說將來是怎樣的 我想大家都處理了 我們手上可以處理到的事情 至於黨中 中央委員會 我們提到那個 我修正一下 那個都不是叫恩選機制 因為恩選好像說到 我們有一些程序要做 我們有一些指標要達到 那個其實我想我們要設立 那個其實是一個提名的機制 就是令到黨友是有機會提名 報名在黨裏面 是送到上去下一次的委員大會 去做一個決定的機制 那個提名機制 我們希望這個星期做 但是具體會是怎樣的呢 我暫時我答不得的 但是我相信 除了剛才說的門檻可能會比以往高之外 我相信程序都一定是以往簡單的 我剛才說的 以往如果我們要做的話 你可能又要開支部 又要開其他的程序 可能就要搞民調 有很多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我們時間 這麼緊迫的時間 我們是沒有辦法行到這麼多程序 我想我們最簡單直接就是 收到那些提名 或者他報名的時間 我們就交由會員大會 去做一個最後的決定 好 請問有沒有其他問題 請問除了我們話題之外 還有沒有很多人去挑戰過 如果黨最後都不選 另外就是剛才 你肯定有沒有問過 要這些黨員自己去表態 參選不參選 那個結尾會是甚麼事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有人特別提過的 Fred他自己有沒有再特別說呢 我都不太記得了 說真的 實在是太多人說過的 我沒有記得很具體很仔細 但是我印象中就沒有特別聽過 如果黨最後決定不參選 我就要退黨了 或者那個黨就要解散了 我印象中在剛才的討論裏面 是沒有聽到的 deadline我們是暫時沒有的 因為我們要定 我們開中委談一談 定了一些細則 也都我們要看著 立法會的那個提名期 究竟甚麼時候截止 甚麼時候開始 我們希望不要太過火 你去到截止前一天 你才批准 別人就很難去安排 我們都希望有足夠的時間 走到我們要走的程序 也都有足夠的時間 如果真的有人參選 並且真的沒得推薦的時候 他都有他的時間去走他的程序 但是具體的deadline 我們現在就沒有了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 就麻煩大家了 謝謝 我發現見面 開一缸 二十五 演出 二十四 二十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